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压力不断增大 导致身体素质每况愈下 总会听到身边有人说 我关节不好 我胃不好 我眼睛不好 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有他们最爱吃的食物 多吃这些食物一定对健康有益 一起来看看各个器官最爱哪些食物吧 1.皮肤、番茄、西红柿中含有番茄素和胡萝卜素 可以防止皮肤干燥粗糙 西红柿中还含有强烈的抗氧化剂番茄红素 可以对皮肤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2.肺、银耳 银耳的功效有时堪比燕窝 很多人吃它都是为了滋阴润肺、美容养颜 银耳一年四季都适合食用 干燥的秋冬更应该多吃 3.胃、卷心菜 卷心菜被誉为天然胃药 是因为它含有保护胃肠粘膜的物质 能有效增强肠胃蠕动与吸收 预防改善胃溃疡 4.关节、橄榄油 橄榄油中含有可以有消炎作用的橄榄油蜡素 多吃橄榄油能够消炎止痛 肌肉关节酸痛的人平时可以吃点橄榄油 延缓关节的衰老 5.头发、木耳、黑木耳具有污法作用 人们由于精神压力、过度忧虑会有白发的出现 防治白发除了调节情绪之外 还可饮食上面增加微量元素 以及具有无法作用的物质的摄入 6.鼻子、葵花子 现在患鼻炎的人越来越多 葵花子富含丰富的维生素E 能够改善过敏症状 每天吃点葵花子 可以补充身体所缺的维生素E 缓解过敏性鼻炎 7.眼睛、菊花茶 经常泡些菊花茶饮用 每天坚持喝上三四杯 不仅能有效消除眼睛疲劳 而且有助于视力的恢复 8.肠道、白萝卜 萝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所含的介子油和淀粉酶 能促进新陈代谢 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不仅能有效 对啊 蝇等会 对你 傍苗 在增加 有效果